加拿大外长向中国求饶了 求中国饶加拿大人谢伦伯格一命 据环球网传引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1月15日说 沃泰华正式请求中国对被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 谢伦伯格宽大处理 坦率说看到这则消息 真的只有三个字可以送 不要脸 首先 一个七年前就在加拿大贩毒被捕的毒贩 到中国贩毒222公斤 岂能不抓 虽然毒品是运往澳大利亚 但那也一样严重触犯了中国刑法 在中国贩卖冰毒50克就够判死刑了 222公斤够判4000多次死刑 在这种情况下 加方竟让中国扰贩了如此重罪的人 简直是不可理喻 加拿大政府真的是连一点是非官都没有 莫说政府 在中国 如果中国人在海外放毒 中国网友一定都一定会说 让相关国家严惩毒贩 不要再回来了 中国不欢迎这样的人 然而加拿大政府 却为毒贩求情 要求中国扰了分下如此重罪之人 简直岂有此理 其次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就在一个多月前 中国公民孟晚舟不过是过境加拿大 没有违反加拿大的任何法律 加方却只是因为美国的一个指令 就拘捕了中国公民 这种违法行为加拿大至今不纠正 却要中国放这个犯假重罪的毒贩一马 这不是华天下之打击吗 针对加拿大的要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又发挥了 他的面里藏真的犀利功夫 真是你得知道还师比身 1月16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华春莹连着三巴掌打脸加拿大 第一巴掌 记者问华春莹中方是否会应甲方请求 对加毒贩谢伦伯格网开一面 华春莹反问记者 你问中国愿不愿意听甲方的请求 不知道甲方领导人以及某些政客 虚心和真心听取了中国的严正立场了吗 这话对的那叫有水平 前台此事 你们都没听取中国的严正立场 不纠正犯下的重大错误 还想中国放一马 接着华春莹又打了第二巴掌 他说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行 社会危害极大 各国都予以严厉打击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这是真正的法治精神 加方一直说自己是法治国家 希望加方能够真正用行动体现 对法治的尊重 这一巴掌也打得漂亮 既阐明了中国态度和立场 也以比之道还施比身 用加方之前所谓法治国家 司法独立的自居 打加拿大政府的脸 告诉加方希望其真正体现 法治精神而非只是嘴上说说的双标 这一讽刺性的巴掌 可以说是把加拿大的遮羞布都打掉了 在回答记者追问会不会接受加拿大请求侵判时 华春莹打出了第三巴掌 他回答说 中国是法治国家 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 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规定独立行实审 办权和检察权 不会受到行政机关干涉 这句话 再次用加拿大的所谓司法独立 来打加拿大的脸 你加拿大不是说司法独立 我们也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判案 政府也不能干涉司法 外交部管不着 大家都如此 你加拿大还有什么资格请求放你一马 这个世界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哀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狠 人如此 国家也如此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